我愿意跟保姆 还有保姆的一家人道歉 对不起 网红凤梨 本名吴宏一开直播道歉 前年十月高雄一名女婴 在保姆家意外身亡 她发文声援 结果检方调查逆转 女婴体内有毒品残留 父亲被验出毒品反应 我尊重这一次的司法判决 如果我当初的行为 有影响到保姆一家 我愿意跟保姆一家人 道歉 但是全案还没有定验 女同名家属 人家也还在上诉当中 凤梨开直播道歉 但保姆并不领情 反击不需要也不想看 她的道歉像排泄物一样 有什么好道歉的 不太敢出门 然后也没办法睡觉 然后就一直很自责 七月三十一号保姆首度受访 哭诉这两年的压力 而除了保姆案 凤梨曾经依贵诈骗案入狱 也受到很多批评 短短十几分钟的直播 她一共两次举功道歉 十八十九岁的时候吧 的这个诈骗案 或许我不是主谋 但我确实就是其中一个共犯 那在当时 我的家人也有跟这位阿嬷 跟阿公 有登门 亲自登门 拜访 然后致歉 甚至包了红包 我也因为此案 我入狱服刑 凤梨说已经很久没直播接待 言 现在希望好好做生意 不再去多管事情 但刻意的抹黑诋毁 他还是会捍卫自己的权益 三讯人廖国雄黄大卫股仙 加以高雄报道